Hello 各位各位大家好,我是Spy 今天我們就來實況我們的魔少羽巨龍 對,我們今天呢 我們感謝我們的投稿者 那個叫何峰 為我們提供了這棟建築物 這就是我們的新家啦 對,非常的快速呢 一開場就直接先說 欸,你看我有新房子 呵呵,你們沒有,我有咧 屁孩 對不起 我們呢,就來執行一下我們的搬家任務吧 我們家其實住也不遠啦 我們就大概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是把那個房子呢 搬到那邊去 我們先去新家 然後稍微大致上的run一下 就是稍微看一下這樣 那它的版本呢 應該也是蓋在1.12.2 不過幸運的是 我們現在的版本是1.16 那所以說它的版本應該是可以完全支援的 沒有問題 你們看,這就是它的房子 然後它的入口呢,剛好就是在這邊 左邊呢,剛好就是有一個3x3的傳送門 一進來這裡之後有一個 免費的附魔區 那這個附魔台其實算是 覺得有點超前部署啦 因為本來前面其實也沒差了 反正是附魔台那種東西 然後這邊有幫我們做這樣子的儲物箱 可是我後來想到一件事情 它的儲物箱是怎麼做到每一格都分開的 有誰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的作者和風大大提供的這個房子 這個到底是怎麼弄的嗎 好厲害喔 應該說箱子跟箱子之間 會黏在一起才對阿 為什麼它可以做到分開 我看它中間好像也沒有特別塞什麼東西 還是用指令的 也不對 我完全不了 但是這個技術很厲害好不好 我們這邊還有提供 鍋斧跟我們的釀造台 我們就 可能要玩到後期之後才會用到它 那樓上這邊呢 它這邊是好像 做成一個類似涼亭的地方 也是可以休息 然後我是覺得這邊可以改造成房間 走 那我們就先把這裡設定一個地方 我們把這裡變成New Home 這就是我們的新家啦 我們先用傳送的方式 把我們家快速的搬 趕快搬過去 嘖嘖嘖嘖嘖嘖 震動的那種感覺 喔來來來來來 接下來把東西搬完了 我們來去搬我們的動物吧 直接傳送過去就好了 然後那一邊的箱子我也都做了升級 所以這邊的箱子基本上就是可以放身啦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可以先帶誰過去 我們先帶我們的青龍過去好不好 我們先帶他 來起立 Let's go 不會吧 太大 真的假的 是真的太大隻嗎 這可以跳 他會跳嗎 他不會跳啊 呃 我想找個地方 帶他進去 喔有了我好聰明喔 耶 太大隻了 不然你趴下 然後我 用推的行不行 可以吧 不行 等一下 他太大了 完全沒辦法推 呃 那 不然這兩個先敲掉 這樣可以吧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你的大小應該是剛好3x3吧 有啦有啦 進去的進去的進去的 我們應該是還可以再帶回來一隻啦 然後 沒想到我們的房子 沒想到作者的房子居然不夠他 不夠他裝 太大了 呵呵 那下一隻應該這隻還好 這一隻是我們的 我們的黑色的濕酒獸 有人說有人說要幫你修理一下耶 鐵魔像 你好像有點有點有點可憐 所以 嗯好啦 既然你都幫我們擋那麼多傷害 不然我來救你一下 好了 OK 你乾淨如新 OK好像還有一隻對不對 看一下 滿足那些每天都苦喊著叫我修理那些鐵巨人的粉絲們好不好 喔他剩7耶 好啦修理你啊 登登登登 OK好修滿了 修好修滿好不好 請繼續保護他們 不然他們真的很可憐 我真的覺得minecraft在村莊裡面新增個鐵巨人的道理是對的 要不然他每次看起來都好像被殭屍襲擊之後 基本上就剩什麼 就反正剩那麼一咪咪就基本上就什麼都沒了 好 我們的濕酒獸應該可以飛得更快一點 因為他畢竟是會飛的動物 而且翅膀非常華麗又漂亮 來 飛過來 我們就讓你住在住樓上應該沒問題 你的大小應該不可能進不去吧 應該不可能吧 來來來來好像有點 好像比剛剛那隻還大 好像比剛剛那隻還大 喔OK 我成功了 好喔 好請你休息 好再來呢 就是我個人有點非常頭痛的 深海大魷魚 不是他不是魷魚 他是一個深海巨獸好不好 我的深海巨獸究竟是可以放在哪裡呢 我先觀察一下我後面的地形好不好 我後面的地形好像有一塊 呃 池子 是不是 好像有一塊池子可以讓他呆著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就利用他那個池子把它帶過來 先讓他住在這裡好了 不然他真的是要太大了 他絕對進不去我們家 這裡可以 欸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 這裡很完美 來 應該有吧 應該這樣子就解除了吧 好走 follow me 他應該會跟著我走 嗎 有了有了有了 好好 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用這種方式來帶他過去就好 我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作者好像沒幫我做床 喔對他 不 他了解我 他知道我都不睡覺 對 沒錯 這就是 設計師的心態 你們懂嗎 這就是設計師 設計師就是必須要 呃 幫人解決問題 就是 我需要什麼 就幫我弄 我不要什麼你就不要給我多弄 因為多弄了也是多次一舉 根本就用不到 那不然就不要弄 對沒錯 來來來這裡這裡這裡 呀 呀 來 來來 欸 會死啊 應該不會吧 嗚 有夠爛 我真是有夠爛 剛好 剛好來幫你拆一根火把 來安心用 給你安心 然後你就在這裡 休息 OK 我搬完家了我要回家了 呃 傳送 OK 這就是我們的新家 然後我們還有家具要搬 但是先給我 我目前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弄 而且我的食物好像也剩那麼一點點 看一下 生蟹肉可以拿去吃 然後 這個是我們要用 今天要用的那個西瓜片 我們今天要看一下 我們能不能多挖點鑽石 把我們的老鼠生到戰士 不然他免得他每次都帶不出去 你們在睡覺了嗎 喔好溫馨喔 你們 喔 你看住這種房子 高級 喔這是什麼V啦 喔 讚一級棒 呃 然後我就先回來這邊 我來看看 我還有什麼東西要搬 喔對食物先先烤一點食物 剩一點點這個什麼蟹肉的 趕快丟進去 然後吃烤馬鈴薯跟烤雞肉 嘖 OK 我聽到 我聽到 骷髏的聲音 他剛好像 他剛好像跌倒 聽到那個 啊啊 我骨折了 骷髏笑話 我骨折了 No you not 嗨借我睡 謝謝 這次我是拿著鏟子 他敢叫醒我就拿鏟子 吐他 好然後再來要幫我們的家具 家具的話就隨便給他 就就就給他 弄一弄就可以走了 這個也是 OK 這是我帶垃圾桶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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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老鼠帶在頭上 他一樣會跟我走 然後我們老鼠生怪區 就先放在這邊 結果我的農田就種在隔壁 在上一集的時候 啊種完之後才發現 欸我搬家了 就這樣子我搬家了 而且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那種怪箱子啊 而且重點是他們的感知好像有點強 馬上就知道我在哪裡了 糟糕 糟糕 真是糟糕 喔對你們記得要在 你們記得要在留言區評分一下 他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作者的房子怎麼樣 你們可以 呃理性的那個評分 你們可以說很漂亮 或者是怎麼樣 那後續也是會有很多作者會提供房子 那我會看會用在哪裡啦 對對對 像是 我們的這一間房子的話 其實就很適合 放一些會飛的動物在上面 那另外一種就是 可能也有些人會設計出 適合一些 類似我們的深海巨獸 我專用的海邊的那種小房子之類 我絕對沒有在 我絕對沒有在丟委託啊 你們不要亂聽啊 我絕對沒有在丟委託啊 沒有沒有 我只是跟你們提一下而已 嗯 對啊 然後我就會上靠北實況 喔對 這鍋斧是要來裝牛奶的 我想一下要放哪裡 嗯 放這邊也是不錯 然後我們可以把牛 就是養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 掏它的奶 擠 怎麼講都不對 反正就是擠牛奶 然後趕快做我們的食物出來 我有個疑問欸 我如果把這個地獄門 敲掉再重新點燃 它會變成什麼 我試試看 等一下喔 喔唷 破掉了 然後重新擺放 喔有了 有了 因為我一直想說 我的地獄門應該是會直接 對對對對對 好 無縫接軌這種 這樣才對 然後 我現在發現 欸 好近喔 等一下 太近了吧 這 這 這簡直比我剛剛帶龍過去還要近欸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我可以這樣玩 等一下喔 呃 這個蜜蜂其實可以 不要了啦 因為這個蜜蜂其實 也 也 也做不了什麼好不好 這個蜜蜂其實 他們就是那種原生物種的蜜蜂 那個其實到那個隨處都可見 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它過不來 先還我 好 呃 走錯邊 絕對不是這一邊 這邊超危險的好不好 嗯 來 Follow me Yeah 然後 我帶你去新家 但是我們得先經過一段 非常可怕的冒險之旅 大概五秒 Let's go 欸 線斷掉了 欸 線有斷掉嗎 欸 我拉不過來 還是他 不 認為這是一個 世界 不然我去拿小麥好了 你等我一下 欸 等一下 這邊經過再這樣走 這樣走過來也太輕鬆了吧 你看回家了 等一下這超方便的啦 哇 好開心喔 蛋餒 小麥小麥 有有有我小麥 我用小麥吸引他好了 我用小麥吸引他 欸這超方便的 這樣走過來然後再走過去 中間就這樣 縮短了很長的一段旅程 來 有了有了來 欸真的欸他會失去 他會斷掉 他好像會不明願意的斷掉 我們我們得先把牛推進去讓他有感應 有了有了有感應有了 來來來來 來 快點等一下地獄狗 我跟你講地獄狗很危 很危 很可怕的喔 他會 他會對你亂來喔 來 來 完了 偵測不到 呃 這邊很難走我想現在該怎麼辦 不行不行不行 我這邊還是得要鋪個石頭 不然他在那邊太難走了 OK 地獄石 欸 Stop DON'T MOVE OK OK來 欸小麥小麥小麥 來啦 對啦 靠過來就對了 來再靠近一點 對對對 OK好 1 1 1 不行不行 需要半磚 需要半磚 他那種高度他上不去 他太胖了 他一定要稍微 出一點力 欸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 來來來來來 這裡 我幫你鋪了這個 你看你的專用小階階 小台階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有啦有啦有啦 來 對嘛 這麼簡單 喔 是不是 你我也可以啊 這麼簡單的東西 來來來 靠過來一點點 再靠過來一點點啊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一盆不是你的東西 來 OK 這就是你的新家 水啦 欸超棒的 好走 我們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多 欸等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要做 那個愛心這裡 老鼠升級嘛 我們之前是 呃沒有這個西瓜片 但是現在已經有了 所以現在還有精力可以做 我們來做 我們先 我們先把西瓜種上去 然後我們把西瓜種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 我們的香精西瓜的愛心升級了 啊所以我說我家老鼠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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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 噢 我倒在尿氣咧 嗯 我好像把東西搬來這裡之後 我 欸 我是不是按了傳送 然後老鼠就 不知道去哪裡了 欸 對耶 老鼠不在我頭上欸 欸 欸 喔 喔 OK 我不曉得 為什麼老鼠卡在門上面 我不知道 好 沒關係 你就待在這裡好不好 你現在是坐下模式喔 先逛喔 你先坐下 好不要動 好我們老實在來他就不會亂動了 我們去 招招招招招招 欸對 先種西瓜先種西瓜 一次可以分解一個種子 一個也夠 一個也夠 我們先種一個 然後讓他自己剩下自己去延伸 我看一下喔 這哪邊附近有水啊 前面有沒有個小 前面是有個小水池 我們去撈那邊的水就好了 然後我們還要去做愛心 啊 做愛 心 沒錯 走開奔陽 STOP 嗯有水 這裡就是這裡 撈一點點起來 我們帶回家 我們帶回家用 我們可以在家裡面做無限水 看一下這邊 哪邊 哪邊可以拿來讓我種西瓜的 種 我們在附近種好 我們在附近種西瓜就好了 他其實這個房子 也周圍也幫我蓋上那個 火把了耶還不錯 不然就 先種在這裡好了 還蠻溫馨的 就 你看 Easy 有沒有 OK好 弄好了 好開始製作我們的 強化戰士的部分吧 我們的材料 就是這兩個老鼠升級 之後要做到戰士這個地方 還殺了一個這個馬 香精西瓜片 然後 我們的香精西瓜片 應該是 1234 足夠的 所以我們就把精力 給拿出來做 做法應該很簡單 我來看一下 我來拆 轉一圈 再轉一圈 阿捏 對對對對對 然後這樣 嘶 居然不夠 居然會有不夠的一天 嗯 再 再拆一個 我現在發現這邊我有金磚 我最好是先把金磚賊拆掉 免得我忘記還有 OK 然後再來做一片 西瓜 轉一圈 有了 香精西瓜四個 然後再來是小麥麵包也是四個 然後 還是不是需要一個這個 原本的老鼠基礎升級 然後要四個像這個這個東西 OK OK 水 嘿 嘿 OK 擺上去 然後再來是要找你分解 分解一顆鑽石 要請你分解一顆鑽石 喔 真的是有它來分解鑽石 真的是剛剛好 免得我們會花很多 很多浪費的材料 這樣子剛好可以弄 好了嗎 喔 水 很有效率耶 老鼠不錯喔 然後我們要把它做成這個 可以嗎 不行 少一顆這個 來 有了 增加老鼠25點生命 有了我們的基礎材料都做好了 這三片 然後再來就是 9 10 11 12 15顆鑽石 再來就是要用到15顆鑽石 我不曉得 15顆鑽石 我要上哪去找啊 如果說這系列夠歐的話 應該下一回很好找吧 恩 不知道 我們下一回再來看一下 究竟要 能不能湊到我們的戰士老鼠 不知道 我們就下一集再來 闖闖看吧 好的 我們就這樣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 拜拜